剛才炮擊聲大概現在是這個方向 但我們沒有看到有有有沒有 又聽到炮聲了 那個位置 就在那邊 那邊空襲警報已經響了 走出陽台就傳來轟隆隆的炮擊聲 雖不見火光黑煙卻到處是巨大聲響 對面大樓和地面也滿是遭炮擊的痕跡 烏爾戰爭開打超過一個月 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名志願軍和人道救援志工 已經陸續抵達烏克蘭 其中就包括他曾經擔任中正萬華區霸場總部 總指揮的台灣青年搖冠軍 我們進來已經七天了 然後我們是這兩天剛轉進基辅 然後跟這邊當地的軍方 我們剛才有聯絡 然後我們有簡單的先了解一下 他們需要什麼東西我們才能從後方 我們可以從後方運補過來的 搖冠軍並非志願軍 也沒有意願加入烏克蘭軍團 他參加的志工小隊負責物資運補工作 烏克蘭每個志工營都有明確分工 必須配合烏軍團隊合作 他們的保安意識是非常高 就是看到任何可疑的人 包含我們自己我們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都還有也有被要求跟管制要配合管制 就是我們看到可疑的東西我們要回報 我們都每個人都有專線 也有特別的行動代號 路上要拍攝或什麼的 他們管控非常嚴格 就是你在路上拿手機在講話 他都要盤查你 就要叫你把手機交出來 尤其是像我們是不同面孔的人 然後就是非常嚴格 就訪時搖冠軍和身旁的隊友 也就是來自挪威的Patrick 不停看著窗外 兩人輪流注意空襲警報 基輔受到俄軍從北方西方猛烈砲擊 只要聽到砲擊聲 就得確定有沒有越來越接近 會談的同時 稍晚馬上就又砲擊 下午四五點的時候打了三個小時 然後晚上十一點的時候又打了兩個小時 然後剛剛大概兩個小時前 在我們附近一二坪又再繼續打 就是持續性的砲擊 就是然後我們剛才到邊界 就是我們防衛圈在基輔的防衛線 空襲警報又響了 萬一靠近空襲位置 就要趕快到地下室找掩護 也讓志工身份變得危險萬分 而搖冠軍的東方面孔 還讓他差點受到排擠 他們一開始看我們面孔 他們會覺得我們是中國人 或是亞洲人 他們不會知道說你是 從日本、從韓國、台灣或什麼 他們明確知道台灣跟中國的差別 他們非常明確 而且我的團隊也知道 台灣跟中國的差別 台灣跟中國的差別 所以他們非常願意提供 比如說我們在地區上面的一些援助 搖冠軍自備國軍數位迷彩服 船軍裝是為了在前線補給時 隨時得做戰地掩護 作為一個不作戰的志工 光看到烏克蘭人民處境 就讓他們感到痛心 有一位女士在外面 走出一個建築 從哪裡他們居住 他們居住 她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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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0m 從她的男生 走出去 她走出去 她走出去 被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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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聯合國統計 截至29日 烏克蘭已經有1189名平民死亡 1901人受傷 實際人數恐怕遠超過預估 但烏克蘭不放棄 擊退普丁和俄軍的一絲機會 昨天 他們在地上被困難 被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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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烏克蘭仁 仍然被困難 被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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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的精神 讓各國人道救援志工 感到動容 投入援助更是反對俄羅斯的侵略之舉 期盼透過一己之力 努力阻止異裝裝悲劇的發生 今晚羅湘 許惠倫 薛山 林季祥才跑不到 到